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的我很看不起我爸爸 他是一个周面店里的点身师傅 专门辣抢粉 收入不高 顾重环境也都很脏 每一次下班回来总是满身冲汗味 偶尔我也会到餐厅探望他 爸爸我下课咯 哦 下课啦 然后爸爸总是会请我吃抢粉 抢粉是带人们饮茶的时候几乎一定会叫的点心 它是用糯米皮做成 软软甜甜的很好吃 小时候的我其实没有说特别喜欢吃 但总是很好奇这种外皮软软QQ的点心 要怎么做出来 记忆中 我每次都看着我爸爸把面糊倒进大铁板上 用铁片把它扫均匀 撒上虾纸或是叉烧等配料 将把它蒸熟 然后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再泥上醬油 一道新鲜热腾的抢粉就这样完成咯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我觉得我自己也做得出来 但不知为何 总是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吃这一叠抢粉而来 今天爸爸又要很忙了吧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诶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呀 我爸爸在大公司担惊你羡慕吧 我爸也不差 他是大学教授呢 查理 你呢 我总是很害怕别人觉得我家很穷酸 我…我爸是个大厨师哦 在大餐厅上班很厉害的哦 诶 难怪你是那么胖 所以每一次同学问起我爸爸的职业时 我都没有说真话 那时爸爸在我幼儿院附近上班 每一天做小爸上学的时候 保姆常常都跟我说 诶 你爸爸做的抢粉真的很好吃耶 在其他店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你可以尝尝吃到真的很幸福呢 餐厅的面也很好吃 那时候我不知道 可以周受好吃的点心有多厉害 我就觉得 必然知道附近是辣抢粉的这件事 很丢脸 拼搏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一年 爸爸可以用存下来的钱 开一家小餐厅了 爸爸比以往更拼命的工作 每天都快深夜才回家 餐厅渐渐走上了轨道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但不久后就碰上了SARS疫情 大家都不敢外出 整个城市几乎一片死急 到最后餐厅还是支出不住了 爸爸的梦想也随着大门的挂扇结束了 后来他回到其他小餐厅工作 把我和哥哥抚养成人 直到我长大后开始工作了 初次进入社会的我 才发现世界原来很大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工作到满身大汗 常常都做到要算背痛 还要应付各种奇怪的客人 为什么我的过期一位不可以用啊 因为过期一位不可以用啊 因为过期一位不可以用啊 呃 不好意思 因为 初社会工作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辛苦很多 好累 那时候真的每天都好累 好想念那一直呼应着我的家 这时候我回头看着我爸爸 那头发也全都花白的爸爸 过去他几乎不休息 只要有时间都拿去工作 每天凌晨就起来工作 风雨不改 为了就是多振一点钱 给我们吃好的穿好的 他没有学士 没有什么成就 讲话也都出声出气的 但他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能做的都为孩子做 不怕环境有多困难 没有喊过辛苦 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 一直就这样 坚持了大半辈子 安心生活吧 只要爸爸还有力气 都会一直支持你们 这 就是 我的爸爸 诶 之前听你说你爸爸以前是个大厨师 那你在家一定可以常常吃到 好吃的料理吧 我爸爸其实不是什么大厨师 他以前只是个在小猪馆里 辣小粉的人而已 但他做的点心 是世界第一好吃的哦 难道是一个好人 不过微het我们去到小猪馆里 我开开玩笑 我们的小猪馆里